大家好 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话经济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特上最新消息 走在美国街头 会发现很多美国人都有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 在美国 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 他们对牙齿的厚爱早已形成了一种文化 且普遍养成每天刷两次牙 半年洗一次牙的习惯 美国人平均每年在牙齿保健上 花费用折合人民币7000至1万元 充牙器 水牙线成为了不少 家庭必备的卫生用品 其作用是通过强大的压力水柱 清洁到牙缝和牙瘾等各种缝隙 减少各种口腔疾病的发生 Acumen Research and Consulting数据显示 到2026年 全球口腔冲洗器市场价值预计将达到10亿美元左右 在2019年至2026年预测时间范围内 负荷年增长率为3.6% 全球冲牙器市场集中在北美 欧洲 亚太地区 拉丁美洲 中东 全球消费者对口腔卫生和预防口腔疾病的意识提高 以及产品技术进化 易于使用 方便携带的特性 是驱动牙科冲洗市场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冲牙器卖家要额外重视品牌打造 强化产品外形时尚感 以吸引年轻消费群体目光 同时 还可研发 推出相关配件 如喷嘴 漱口水类等配套产品 保持其竞争优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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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